给你吃不到的记忆种 或许吃不爱 每一期有油泡面的视频 听闻期都会提到班底 满足你们 班底油泡面 买过来了110 他们家的票还是老样的 开饭了 走一个肉凉菜 爽份48 牛肉拼牛肚 多多 炒过香料的 红油炒的 但是糖尝的太多了 甜口太重了 还配的有花生 牛肉 牛肚食材没毛病 就这个甜口 太甜了 我个人吃不惯 菜的甜口太重 但是它肚 有韧气 够脆 牛肉 纤维分粗 炒牛肉 都没毛病 红油也没问题 就是炒放太多了 素粮菜 炸香菜根 拼炸小毛骨吃的 它是蘸酸汁吃的 先尝个圆口 小毛骨 它这个腹 面偏多 很偏偏少 有酥感 但是炸下去 面的口感很重 有一点点味精口 你看小毛骨本身带的这种鲜 炸的挺香的 香带根 炸完之后 吃不到太大香太根的那种香跟甜 但是整起来说 这刀看 还可以 没那么甜 素粮那个太甜了 小毛骨 就是菜层里面 过去很贵 现在是廉价 长得一排的那种 有较蟹味 有较蟹腿酥的 就是这种 炸炸酸汁 它这个蒜汁味太多好 但是它用的蒜 是机器大的蒜 原来蒜味的 辛辣味 大鱼的蒜 原来蒜的那种香味 香油 胡椒油 这些都够了 蒜汁味 这是一道很多老的拉面馆 惠面馆 对我们家里用的发现那一道菜 香菜杆都是上面里的 根都转炸下去 油壳面 小碗16米 葱 香菜 牛肉 它这炸的葱 香料这些做的香味 因为香菜跟油壳面 其实是很不辣的 它泼了一点点辣椒 没有自然的粉 花椒粉 蒜 所以泼完之后 这个辣椒 也出不来什么香味 就是生辣椒面 然后你吃这样吃的时候 这么酱 它酱油淋的味 这个碗油和面 就是什么味 就是跟油泼 那种味 没有太大关系 面 就不用他们来说的 没毛病 筋度啊 软度啊 都够了 比如说 比如说 现在郑州这种很多老店 都会搬到家了 或者重新装修了 味道就会发生了变换 不重要是在做改良 而是在做创新 就是你吃不到 第一种 或是吃不饭 经验到里面的那个味道 当时经验到里面 过了很多年之后 你再来吃 嗯 这就是郑州很多老店存在的问题 远军就不算了